直接切過了台灣本道 然後再回到巴士海下航行 這是在28號下午所發生的事情 不過這個是由民間的機構 所自己籌好給大家的航線圖裡面 去發現出來公布的 軍方怎麼回答 國防部的發言人說 對於民間追蹤飛機活動 不予評論 不答 不知道 不否認 不說明 但美方眾院通過了公款法案 這一點至少有5億美元 要援助台灣軍事融資嗎 繼續在軍事的力道上面 加大讓台灣不停的購買 武裝自己的對抗能力嗎 那麼菲律賓呢 一樣在台海的緊張之餘 南海更不用講了 大陸山東艦直接飛航底 到了旅宋島200海里舟的地方 沒有護航艦 規則菲律賓 6227號的航 衛星的航照 我就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山東艦到菲律賓 進行這個活動 還會通過巴士海峽到西太平洋 到時候 包括055大驅隨行 穿行第一島鏈 說不定還會逼進到第二島鏈嗎 這個航線都還要再觀察 菲律賓的態度很有意思 先前在很多觀光的態度上面 有不同的說法 但有個組織叫做 中國了解協會 菲律賓中國了解協會 主席卻在釣魚台國賓 國賓館這裡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 落淚了 他說他不希望了自己的國家 陷入戰爭 聽聽這段彈話 提昇 釣魚台國賓 box stamp 詩 紋 南 東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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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前面的 指紋被發現一模一樣 甚至還說這是中國間諜嗎 根據菲律賓國家調查局所發現 一個間諜當到市長嗎 那議員認為是巨大侮辱 中國間諜犯罪集團成員 這個是成為現在菲律賓國內 非常熱門討論的話題 除了在南海之外 都寫現在態度轉變了嗎 習近平國家領導人在中國不守國牆 必把拐弩地強調 談話裡面特別講到 不會用更多的方式 那麼也反對搞小圈圈 反對強迫別國選邊站 那麼所以是要用所謂和平 跟合作的模式 好 那所以東協怎麼決定呢 根據一份最新的調查 東協是個國家的成員裡頭 馬來西亞受訪者 選擇與中國結盟的比例最高 大概有七成五都認為 中國跟美國選中國 兩國七成 其他的美國獲得菲律賓啊 越南力挺分別是83跟79 所以在這個態度上 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當然跟鐵路的航路 航路的交通啊 都產生了很大的便利有關係 例如6月的7號上 五金 呃叫做滿載了40個標準貨櫃的化工原料 直接跨過中寮泰馬跨境鐵路 直接首發了 這個首發呢 9天就會抵達馬來西亞 經過這麼長的路途 縮短了非常長的所有的運輸時間 對於從重慶到這個所有的這些國家的鐵路運輸來講 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 當然整個航路通路通越 都產生了歷史性的一刻的不一樣 是不是也屬於一場 無邪國家的立場很重要的關鍵 亮哥 當我們看到從這個最近在台灣海峽 有很多路建啊路基啊的好事 那美基這個數法當然國防部還不願意證實 怎麼看這可能的一些發展嗎 今天是主日 30天6月20日2024 25日5月20日 25日5月20日 5月20日 在海安手背中 一天的末日 是在海安手背中 任何動手背中 你自己自己選擇的 那些年輕的選擇要降低 跟這個也有關係 因為人家還是有戰爭的恐慌 那現在不講 那現在不講 那現在說 那今今所說 那今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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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雞正 那麽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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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得辣小娘 老天有 是這個嗎? 那你靠的是只有美國 那可能給我們寫法 我們寫主義 我們也整體是有意義嗎? 也整體 美國軍機 基本上有的 不再是專武器 一樣的 我們這個問題 沒什麼好 這個不再有三十四年 那最高的就是 那些軍事上好處 以前 講這個 你說今天 我們繼續被災 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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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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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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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